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竟然伤我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我的藏身之地 小尚古果然长大了 别能了也罢 天啟 你在哪儿 你快出来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没正行 今天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 盗走天地三十 私吞主神令语 率领妖族判出神剑 你究竟要做什么 你既已知道答案 又何必再来问我 我不相信 先要两件运化之机 你付出了多少心血 我不信你真要将它们毁于一旦 听听 你现在满嘴的仁义道德 当真是白绝交出来的好徒弟 但是他却忘了教你 神 也是灰眼戏的 你以为你在我心中很重 重到动动嘴皮子 便能让我放弃一切 尚古 莫不是主神之位做久了 让你冲昏了头 你还是个奶娃娃的时候 本尊便已经号令诸神 我不过是陪你演了一场万年有功的戏马 你竟然还当了真 人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 你若是想当着主神 我让给你便可 你不必如此 天真 我本就是一介妖神 就算你想让 主神又岂会答应 只有助起灭世阵法 吸收夏季混沌灵气入体 方能成为这古往今来最强大的混沌主神 明正言顺的 成为万物主宰 我今天既然来了 就要把你带回去 不能让你一错再错 天晴 跟我回去 你竟然伤了 这一遍 是告诉你一个道理 这世间并不是你想如何 就如何 赶紧滚出远岭沼泽 我要偏不走呢 尚公 你听着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这些年我对你做了一切 不过是让你活到 取出主神灵雨的那一天 滚回神剑 待我成为最强大的主神 或许我会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留你一命 别再让神剑那些宠惑来源临沼泽 否则当年玄一能做的 我也一样能做 你再让你再让你 再让我来 你再让你 你再让你 我和你一样 在这些人 你这些人